评价一在台PMD开花 为了拓展市场 还大走线上化 想不到西班牙知名品牌 就在凌晨手机官网大档机 破盘低价随便抢 大一夹克牛仔裤 以往两三千元价格 凌晨全便跳楼大拍卖 变成20到40元 不过仔细看 背背起智慧型手机浏览 同一条牛仔裤正常价1990 Android只卖20元 iPhone用户一条却要价19万 另一件夹克Android后面少了两个零 跑到iPhone系统上 瞬间变成27万9的超奢华夹克 这件货的话 由于您的定买目前是出现异常情况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目前是没有到早进行发货的 不过也有部分iPhone用户 抢到便宜 只是结账总额却出锤 便宜的衣服抢了 总额显示却回到正常价格的 两万三千多 不过卡一刷过去 又只扣款237元 等于直接去了两位数 民众以为捡到便宜 当然大肆抢购 应该会吧 为什么 他这个标错 可是怕买了之后也是拿不到吧 买到机率有多低 不太可能是零 假设你消费者明明知道 这价格差距很大 你还拼命去下单 他会觉得你是全力滥用 不值得保护 会判消费者败诉 室保官提醒 根据零售业网路交易定型化契约 业者两天内可以正当理由拒绝接受下单 虽然已经付款的世卫契约成立 不过金额跟实际悬殊太大 依常理就能立判 即便民众大量扫货 也根本拿不到实际出货 解诚建安 李佩轩 台北仓步到